今天晚上出去散步啊 这个一开始出门还觉得挺热的 暖和的 但是走到后面就发现这个雾是越来越大了 果然这个我们所在的松江区已经发布了大雾的黄色警报 而事实上我们昨天也介绍 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全国范围的一个红色大雾警报 这是第一次啊 多少年来 第一次 所以目前来讲上海正处于一个天气变化的关键时刻 北方的冷空气正在扑来 这个暖湿气流呢 在此时间有一个交汇 今天是下了雨 明天将会转晴 但是气温会下降 尤其是这个跨年 跨年的时候的温度下降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明天全国跨年 如果你要外出在户外进行活动的话 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准备 但是我想如果明天晚上也是像今天一样 晚上十点钟甚至于就九点不到就已经起雾的话 那其实这个再美的景色可能再好的灯光秀可能看到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半夜真的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跨年了 想想我多年前到外滩还凑了一回热闹 嘎啦唠嘛 就是大家都往外滩去拥 挤到那去迎接这个海关大中的那么最后一响 虽然这挺浪漫的 但是以明天的天气来讲 却是不值得